美国的大选 不是我 是谁 大家好 欢迎来到洛杉矶华人资讯 晚号视频的美国总统大选辩论 中场辩论的特别节目的直播现场 那么原本呢 美国的总统大选的辩论 加上副总统的辩论一共是有四场的 但是呢 在10月1号的时候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确诊了新冠 考虑到安全的因素呢 原定于10月15日举行的 第二场总统候选人的辩论是被取消了 而代替的是他们各自的这个汤后 那么这也是非战争时期 美国选举史上首次出现大选前 只举办两场总统辩论会的情况 那么今晚呢 会是这一次大选的中场辩论 我们首先来看一段 有关这场辩论的新闻报道 近日美国政坛再起波澜 川普遭纽约时报狂轰滥炸 以结束我们国家的危机为题 称他是美国史上最糟糕的总统 而拜登也不好过 同样是老牌媒体 纽约邮报爆料了邮件门 披露拜登父子涉嫌国际贪腐 引发舆论热议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接近尾声 两位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竞争 也进入到了赛点 而上一场辩论的混乱 相信很多人都还记忆犹新 最后一场辩论当中为了防止场面再度失控 重演史上最混乱总统辩论 总统辩论委员会动了不少的脑筋 在星期一 在经过激烈的讨论以后 总统辩论委员会宣布 川普和拜登将在对手讲话时被切断麦克风 以保证每个人都能对辩论话题进行两分钟的阐述 不过对于这一招呢 第一场的主持人克里斯华莱士似乎是并不看好 他认为即使川普的麦克风被关闭了 他依旧可以通过大吼大叫 把声音传到拜登的话筒上来扰乱秩序 至于把麦克风静音这一招究竟是否是有效的 还得看今天晚上的辩论现场了 而NBC新闻驻白宫记者克里斯丁·威尔克 成为了本场的最终辩论的主持人 而川普呢似乎对这一人选并不满意 他在周二接受福克斯采访时表示 克里斯丁·威尔逊是完全的党派主义者 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乔拜登的大力支持者 他们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截至目前威尔克并没有做出回应 与上一场辩论一样 这场辩论依旧将持续90分钟 期间没有商业广告的插播 而上周五辩论主持人威尔克宣布 总统候选人最终辩论将围绕着六大辩题进行 分别是抗击新冠病毒疫情 美国的家庭 美国种族问题 气候变化 国家安全和领导 在辩题公布以后 川普团队和拜登团队已经就辩题 炒的是不可开交 因为在以往的选举当中 外交政策一直是最后一轮总统辩论的重要议题 而目前尚不清楚已经公布的辩题 双方是否达成过正式的协议 不过在最新公开的辩题当中 外交政策这一项是的确不在六大辩题之中的 共和党总统竞选团队也指责总统辩论委员会 遗漏了外交政策作为主题 帮助了民主党 而拜登阵营却回击说 川普试图回避有关他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回应的相关问题 但是无论怎样 在疫情下举行的最终总统辩论究竟会发生什么 最终总统辩论又是否会改变现有的选举的局面 一切将在今天晚上揭晓 好视频也将为您实时同步传逸和分析 今晚的总统辩论实况 欢迎您持续关注 谢谢斯蒂文给我们做的预告 所以我们现在的直播已经是开始了 那么对于这场辩论的很多的朋友说 这应该是很有看头的异常 但是也有不少的网友说 这没什么可看的 因为大局已定了 那么来听听我们今天线上两位嘉宾的看法 欢迎我今天线上的两位嘉宾 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 申春平律师 申律师好 杨阳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德伦学院的郑德伦院长 郑院长好 杨阳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感谢两位 相信今天的辩论两位也都会继续来观看 但是在看之前 我们非常想听一下两位对于 目前两位候选人的一些看法 以及他们对他们的这个政策方面的一些评价 我想先请问两位 对于今天这场总统辩论 你们的期待有哪些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有这个极大变题 你们觉得有哪些是 你们最想看到的看点 先请申律师 好 这个60年前啊 10月21号 美国有一场那个第一场辩论 是谁呢 是肯尼迪总统和这个当年的这个尼克森总统一场辩论 这个我正好在我旁边还真有一个当年一个照片 60年前的几乎是今天 基本上辩论都好像是差不多 都是差不多 就是差不多一样的辩论 这场辩论是美国历史近代史里边第一场通过电视直播的辩论 据说这场辩论呢是有六千万人参加 但是那时候美国人口只有1800万 也就三分之一的人是看了这个电视了 而且那第一次呢肯尼总统是英姿萨厨 这个意表人才 就是说那一次呢 很多女的选票就投了肯尼迪总统 就这么说了 对 今天这个辩论呢 还有一个小时就开始了 我是觉得呢 很多东西呢 大家可以在辩论中看 但我呢 想那个跟大家聊两句 大家可能不知道的东西 对吧 为什么拜登老师觉得他老年痴呆什么这些 就是我就从这两个这个候选人 他自己的一个经历讲一讲 我们知道有一个伟大的一个心理学家 也是一个医生叫弗洛伊德 对 弗洛伊德说过一个很有名的话 他说人的一生啊 他的早年对他的影响非常重要 对吧 对 川普总统呢 早年就是一个学霸 OK 他是在这个曼哈顿 在那个Quins长大的 我们在纽约呢 我们知道纽约是美国文化的中心 但纽约的曼哈顿是美国文化中心 那川普总统 他爸爸呢 是一个地产商在哪 在Quins 他就一直想这个 就是想把儿子培养成一个 很有名接他的班 他大哥呢 后来就是细读细酒啊 就很早就走了 但川普总统是第三个儿子 他的哥哥刚刚走 就是还开这个白宫开了教会 川普总统从小立志要做大事 OK 就记得他爸爸这个事情 但是他非常的不听话 结果他爸爸就把他在13岁到18岁呢 到一个军校去学习 川普总统在军校时候 后来呢就是成了学霸了以后呢 成了不是学霸 就是那种孩子头 所以你看他毕业的时候呢 他就是一个孩子亡了 但是呢 他当时到纽约做地产的时候 得到了两个犹太人的帮助 就在纽约拿着一个房子 那就是第一步起步 然后以后呢 他的人野心勃勃 就开始做了一系列房地产的事 买了飞机 这个买了hotel 而且川普的名字 所以他这一生呢 是在商场这个打拼无数 所以还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商人 而且他特点就是说 还是很会讲话 我们知道今天呢 大家还是像第一次变了一样 就希望那个拜登别出错 反过来拜登 拜登个人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悲剧 拜登这一生非常的惨 他从小起来就是接吧 所以拜登就从一开始就说话不利索 所以大家一知道 就他呢从一年级开始呢 就是老师接吧 接吧以后当然看不起 后来有一次那老师呢 说他以后他妈妈就去了 他妈妈说你是不是叫儿子接吧 以后不能说 拜登也是个基督徒 但是拜登最麻烦在哪呢 一生在选举 选举以后 刚刚选上参议员的时候 那时候他太太也是一个美女 她在华盛顿 在这个做参议员的时候呢 她太太在Delaware呢 去领着三个小孩 二三 一二三 三个小孩都那么小 去买那个圣诞树 回来的时候出了一个大的车祸 结果她太太31岁的时候 和一岁的小女孩就死了 哦 死了以后呢 这个就是她是这个 还剩两个小男孩 这两个小男孩其中一个 就是我们现在讲那个 Hunter Biden 拜登当时呢 这个腿呢 是在病床的时候呢 他从华人赶过去的时候呢 这个小孩已经腿都架了 就已经两个小孩 也是创得很重 待会呢 有个姐姐 后来拜登说怎么办 他说好 他说我尽力 做好一个参议员 如果我不好做好一个参议员 我就回来照顾我两个小孩 因为什么呢 美国可以再有个新的参议员 但小孩没有爸爸 所以看到那一段呢 非常非常 这个觉得这一生快乐 非常的惨 而且他大儿子呢 也都脑流了 小儿子就不争气 所以拜登这一生啊 到77岁 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故事 讲了这么多呢 就是后来他练了练了以后呢 就是这个接不就好了 但是现在看了 还是有接吧 这个所以说 我后来得出一个结论 他不是老年痴呆 他就是这个嘴啊 小时候那个没搞好 就是两个基本这么一个经历 了解了 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 怎么给大家这个 就是这个题外话了 就今天晚上这个 到底有些什么看点 这些看点 大家呢 又不让我讲 我讲都落都预测啊 我觉得今天看点呢 有这么几个比较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点 是拜登儿子这个事情 您觉得今天的辩论 会涉及到这个问题吗 对 这个我就先讲讲 他们俩这个 另外呢 我就还有个事 昨天 这个有一个 今天我比较沉重 在上这个节目 为什么呢 我们常常说 美国总统选举是生死对决 今天是真正的生死对决 我觉得谁要上台 会把对方给弄死 OK I mean Really 我昨天在法院出庭 出庭到最后呢 是一个大麻的案子 我跟法官 这个出庭法官 下一次出庭时间 10月4号 在Riverside 真事啊 这个不是编出来的 白人法官 我呢 戴了一个美国国籍的口罩 我说这个 我说 我说法官呢 咱们能不能 put this date for another later date 我说 there will be a riot 会暴乱的 法官说 Yes Mr. Shen there will be a riot 他就把它改到 11月18号去了 OK 所以我不希望 今天这个 这个抵背完以后 11月3号大选出来以后 我认为说 除非这个 川普如果赢了 拜登就会让步 但是如果是 拜登有微弱的多数 赢到川普以后 川普总统可能会 以选炮的名义 来再 再往下走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大家知道 美国刚刚 今天刚刚这个 这个法官已经 已经所谓这个通过了 下周可以表决 也就是说 川普总统在位的时候 成功的 四年 第一届就成功 都把三个保守拜的 法官送到白宫去了 没错 这个女的 就是那个Amy 就马上就她 今晚还有这个提名 也可能还是 也可以看点 还有很多看点了 但我就讲讲 通过他们俩的经历 好 看看他们俩 目前这个情况 对吧 就是结合 这个我们未来的走向 先跟大家 大家就讲一讲吧 好 谢谢 谢谢盛律师 来给我们补充 这样的一个知识 我相信 刚才盛律师所讲的 很多的朋友 其实并不了解 让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 这些个人 然后来感受一下 他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 执政的一个情况 来请问一下郑院长 说今天的这场辩论 您觉得您的期待在哪里 基本上这样讲 我没有抱持任何的期待 说真的 我早年在台湾 在大学做客座讲师的时候 我的主攻就是在民意调查 跟选举 而且我做了相当长的时间 那么一场辩论会不足以 有大到去做整个政治翻牌的几率 这个比较小 为什么我们在讲说 民意调查政治选举研究 在近年来的选举里面 占非常大的体重 为什么上次 Donald Trump在一片 民意调查失利的状况之后 还又能顺利的去当选美国总统 因为很多人对民意调查的 真实的本质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在做所谓的 民意调查的时候 一般来讲 我们会做一个政府误差值3% 就是说我们所真正做的民意调查 如果你用的是非常科学的方式 方法的话 它跟实际得票率 一般来讲 你在科学上能容许误差率 是在3%到5% 但是民意调查 却是有一个相当大的 所谓的影响的势力 就是说 你发现每家公司做出来 民意调查不一样 那么各个政党做出来的 民意调查不一样 为什么 那么人会有一个西瓜 靠大边去靠的 我觉得你会当选 往那边靠 那为什么我会觉得你会当选 因为当民意调查出来的时候 会显示说 某种人会赢了 那大家就往内投靠 那有时候 所以甚至我们常常会质疑 所谓的民意调查 它的准确度 那么事实上真正的科学 做出来的民意调查 是非常准 但是往往被候选人 拿出来做成一个竞选的手段 那么早年 我是最早一批 在做民意调查 跟政治选举研究 在台湾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都在讲 传统的选举是什么 包括美国都一样 以前没有所谓的民意调查 没有所谓的政治变论的时候 我们做的就是组织战 对不对 就是说有共和党 有民主党 那么每个党里面 最大的我们叫庄角 就是他的州长 州长下面可能有 每一个州的参议员 有他州议员 州议员下面 可能又有每个地方的市长 那么这个叫组织战 那后来有所谓的 民意调查显示之后 就是我们透过科学的方法 去做所谓的问卷 透过电话 或者各种模式 那么我们会去从 那么民意调查 是有点像一台侦测机 像以前我们在做的时候 就会说 那么这个某个人 例如说 Donald Trump跟拜登来比的话 那么Donald Trump的 女性同胞的支持率多少 那拜登女性同胞 支持率多少 或者以学历来比的话 那么Donald Trump的 学历高的人支持他 还是拜登学历高的人支持他 那比例是多少 那么以这个工作级别来讲 什么样的 又比较支持什么样的人 对吧 这是第一个 就是我们就说 政治的所谓的投票人 人种的区隔 那么另外一方面 我们借由民意调查 去探测民众 对于当前最关心的 所谓的政治议题 就是说 美国大家觉得 现在第一 大家想要什么 我们可能想要安全 觉得最近很多暴乱 大家觉得安全是排名第一 我希望政治人物 可以克服这个问题 例如说coronavirus之后 我们都知道美国经济 事实上是呈现一个 大萧条的状况 但是政府运用很多的 这个救助措施 让你觉得一片身体 甚至房地产 逆势暴涨 股票逆势暴涨 但这个都不是一个 真实的现象 那么我们可以透过 民意调查说 那么经济因素 是不是你们最想知道 美国总统下一步去解决 或者说我们觉得 这个对外贸易 对外这个贸易 外交问题 种种等等 那么我们去提出一个 藉由民意调查去了解 民众最想要克服的 或者是解决的自身问题 那么最后我们从民意调查 我们会衍生 所谓的政治的策略 谋略 甚至呢 这个辩论只是整个环节中的 一个非常小的部分 了解 当然在上一次我们两位 总统候选人的辩论里面呢 给我的感觉 真的就是两个老人家在吵架 但是看不到他们对政策上的阐述 跟说明真的看不到 包括每一个政策 你提出来 你提出来当然很好讲话 对吧 例如说像台湾来讲 有立法机构 有这个行政机构 那立法机构要打嘴炮 那是很容易 我就随便就给你 通一个议题出来 但是你真正我们要听到的 不是议题 而是说 你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 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反作用力 例如说中美两国关系的日益的恶化 对吧 那例如说 美国境内的这个种族的分裂 日益恶化 那么你身为一个总统候选人 对于各方面的问题 当你知道民之所需的时候 你提出什么样的政策去解答 所以对于今天晚上的辩论 如果我们可以听到两位候选人 针对真正的民意所需 而提出他们的政策 而提出他们想解决的方法 我觉得这是一个凉面的竞争 但是眼前我所看到的 美国目前的选战 我说真的一片大乱 虽然我们都知道 各自双方的候选人后面 都有各自的利益团体 但是有些候选人 他还是会比较有 他本身的所谓的信仰 例如说他的信仰 我当一个总统候选人 我就是真的要为民福祉 但是在为民福祉的过程中 后面可能还有一帮势力去影响他 去影响他 没错 那么我在美国的两党之间 我并没有政治的属性 我也没有特别的说 喜欢或不喜欢哪一个人 可是这一次 推出拜登当特朗普的竞争对手 我是真的有点纳闷的 就是你怎么推 你会推出一个 我真的不认识他个人 我也不想 没有那么了解 但最起码从他几次的发言 跟几次的所谓的谈话 我发现他在逻辑思路的部分 真的是远不如川普 虽然川普很多行为 我也不太那么爱 我们真的在讲说 就他的整个在发表的言论里面 包括他讲的政策纲要的部分 我比较听不出来 有一些真的可以比较震撼人心的部分 川普我觉得他为什么能当选 他比较会激励人心 会让你觉得 这个东西怎么样 对吧 他比较我们讲的东方话 就是他比较接替气 不管他接替气里面言论 有时候大家说 这个人就是疯子满嘴打嘴炮 但最起码我在觉得 他讲的某些东西 他在逻辑思路来讲相对清晰 但我们希望的是 不管谁胜谁不 因为美国目前 真的 我认为明年美国会真的 当政府的保护措施撤掉之后 美国会面临到 被08年更加严峻的经济大萧条 我真的希望他们能够提出 整个经济的解决的 detail的一些 纲要跟实际解决方法 而不是每天在那边讲一些 吵架 了解 谢谢郑院长 没想到郑院长原来是做民调的研究的 早知道上两期我来请您来讲讲民调这个事情 但是没关系 今天还是有机会 那么感谢郑院长 其实我跟您的想法是一样的 我也是很希望能听到两位候选人 对于真正的施政纲领 以及他们对于目前的这种种种情况 他们的一些解决办法 而不是说是我对这件事情提出质疑 但是没有解决方法 我觉得很多的我们的网友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选民也好 其实对这件事情都是有所期待的 但是在今天这场辩论当中我们是否能听到 这个我们还是要继续来看一下 来请问一下申律师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拜登儿子的这个电邮门的事件 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事件其实是在持续的扩大当中 而且这一周拜登都没有公开的造势活动 就是因为就是这件事情 因为每次他之前他只要一到公开场合就有人问他这个问题 但是他基本上都是在回避 那么现在呢川普呢 却是这个连赶了数周的这个大型集会 特别是宾州 因为宾州对于他来说可能非常的重要 我们也知道摇摆州其实目前两个人的民调差距在缩小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申律师 对于摇摆州来说 我们知道每年大选都很重要 但是对于今年来说是不是更加的重要 今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知道在这个两三周之前啊 实际上刚才那个郑先生也讲这个民调的事 民调就是就准不准的反正还是差距比较大 但这两天就差距比较小 但是这个民调有的时候呢 确实呢不能完美的反映出很多现实的这个问题 因为什么呢 很多人他这个他不回答 因为民调毕竟还是一个一个概率的问题 我是觉得今年是这样啊 就关于拜登儿子这个事呢 一直在发酵 我就不多讲 那我讲的主要是今天晚上有 有有个几个大的主题 对吧 刚才那个郑先生也讲了 我觉得也是 到底他们施政纲领是什么呀 今天晚上是这样 就是呢 因为上次吵架太厉害嘛 川普总统打断了七十多次 所以今天呢 在对方讲话的时候呢 两分钟 他一共六个主题 应该是从这个疫情 国安 种族 还有一个这个所谓 美国家庭 最后一个是领导力 对 15分钟一提 15分钟一提 那你有两分钟发言 你两分钟发言的时候 对方的关是关着的 关的原因可能就是 第一次教训嘛 然后开开油 大家可以吵 对吧 那这个下来以后呢 肯定会好一点 因为什么呢 这个拜登显明显占点便宜 关于他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他还会比较模糊的说 但是我是这么看这件事 关于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们都讲了 因为什么大家都看见了 中国古代有句话 叫这个天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这是2000多年这个事情 连接我们就有这个说法 拜登儿子这个事情呢 我是觉得要是拜登 真正要要真要有gas 他说对不起 那是我儿子做的 我没有做 对吧 我儿子如果是有这样 用去中国的话 今天拜登呢 发了一个声明 这个刚刚发的 发了以后 就是他的这个整个外交政策 今天晚上没有外交 对 他外交政策对这个台湾呢 对大陆都提出来呢 第一要尊重台湾的利益 第二要跟大陆这个重新 这个讨论什么安全问题 言外就是他把这个 这个这个口调降的比较低 就不像现在川普 就除了不打仗 什么都做了 所以在这一点 外交今天不是一个主题 但肯定会涉及到 那川普总统呢 对今天这个辩论呢 有很多自己的看法 因为他觉得这个 主持人呢 是民主党 对吧 因为这个主持人呢 叫Walker呢 他爸爸是个 他爸爸是个白人 他妈妈是个黑人 对 他这个女孩 阿伯毕业的 44岁 非常非常非常厉害 是MBC驻白宫记者 但是川普总统今天公开说 他这个Walker这个人不行 Terrible 对吧 就他这个人特点呢 就是他什么话都可以讲 大家呢 认为他讲的话呢 也没人跟他吵 所以今天晚上呢 我们要看的 主要是看 拜登能不能在自己 这六大问题 把自己的施政理念 让大家讲清楚 我是觉得 我们这边呢 跟东部气候文化不一样 东部有很多 中西部的选民呢 确实还是有一批 就是想看一看 就因为 原来我说过一个概率 说百分之十五 这个摇摆的选民六周 对吧 对 几十万人 但现在看来 就是只有百分之五 因为什么投票的 目前来讲是四千五百万 每年这个美国 这个真正够投票的人 就一亿四千万 那真正投的可能在 说在一亿左右吧 也差不多三分之一 已经投完了 对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就是下一步会怎么样 但是很多这个中西部的选民呢 特别在很多州 共和党的州呢 他要求你呢 那天 要是你的这个邮寄选票 也也是那天来的 对 所以这天晚上看呢 我同意那个郑先生的看法啊 就是如果说两方呢 能把这个 自己的这个 六一席讲清楚一点 特别是拜登 因为他这个叫人这个 有点还是提音吊胆 川普总统呢 西举第一次这个教训 对吧 对 这个也像吵架一样 因为他毕竟是在任总统啊 你当了四年总统 你要总统 有点总统的范儿 对吧 也不能像当年刚选总统那样 你拿出一副 这个要跟打架 是对不对 现在你当了四年了 你应该就是站的姿态高一点 对吧 你这个显得你无所谓 这个好一点 但是我们知道有一点 目前来讲的川普总统呢 肇事很厉害 对 我们这美国媒体都压着 你看最近他在这个 尔万这个到这个 尼尔巴比斯 你还看那个在 TOTO发的 他那个支持的人 还是相当多 而且整个这个 很多进驻也支持他 所以今年这个选战 我还觉得是五十五十 谁也不敢说 谁一定能选上 谁也不敢说 谁一定选不上 但目前来讲呢 因为这个拜登 而这个事情 有在发酵 这个事情呢 会给他造成 很大的一个伤害 所以今天晚上 这个事情呢 可能会做一个议题 会提出来 但由谁提出来 是如果这个 主持人不提出来 川普总统会不会 引蛇出动 对不对 就直接问拜登儿子的事 我就觉得今天晚上 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恋恋 看拜登怎么答吧 是的确实 没错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 其实在第一场的时候 两位也看到 我们其实很多人也看到 其实就是 这件事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川普总统就已经 一直在说他儿子的事情了 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 伏笔啊 不知道 但是今年 今天我认为 顺利师刚才说 主持人会不会提 我认为如果主持人 是有一定的立场 他可能不一定会提 但是呢 川普总统一定会说 好来问一下郑院长 因为郑院长 在经济方面 还是很有研究的 那么我们知道 如果没有疫情的打击 以川普的经济形势的话 他在三月之前 应该是稳稳的连任的 但是因为疫情 这一切都改变了 那么其实目前 大家对于川普的 提振经济的能力 是没有太多的质疑 因为毕竟他是做生意的 就是说 一直是在跟经济打交道 但是对于拜登 大家会有更多的质疑 那么现在疫情的情况下 或者是疫情这么长时间 已经打击了美国的经济 非常的多 所以在您看来 这两位在未来成为总统的话 您会觉得谁上台 对于美国未来的经济 会更好一些 以目前我们只能说 就在新闻上看到 就是两位总统候选人 一些发言 跟一些政治理念来讲的话 我讲 就是川普在解决问题上面的 逻辑思路相对来讲 比较清晰 包括我会在讲 我个人对两位总统 或者两个政党都没有任何的属性 或者特别喜好 了解 那么我们就说 Cronavirus之后 事实上它是一个非常大的灾难 对吧 那么你看 川普他紧急提出了很多的 补助计划 例如说 没有办法支付房贷的人 那么你现在不用付 而且银行也不能拍卖你的房子 所以我们现在 目前整个全美国 这个房子 要被拍卖的数量 降的幅度之大 因为在2008年最高的数量是287万斗 那么我昨天看了一下 前美国现在目前可以进行拍卖的数量 只有寥寥的数万斗 你看那个降的比率有多大 对吧 那么这个动作是对的 因为一旦你走的像08年 一样走的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 你放任他真的是遭受银行拍卖 那么我们知道 现在的经济行为是一个信用的行为 当一个东西倒掉之后 一个房地产倒掉之后 它连带的造成的经济萧条 我只能说这一波远大于08年 那么在住宅的部分 它是这样保护 包括没有办法支付租金 这个房租的人 那政委也说 那么现在你就不用付租金了 那这个屋主你也不可以赶他 他也提出这个政策 当然后面他会给银行一些补助 不然银行说 那他不还我房贷 那我怎么办 那政委有给他很多的措施 包括更严重的是 我们知道这一波的疫情 首当其冲的是 这些retail store 就商用不动产 但是很明显的 在这个疫情爆发之后 你也没有看到 商用不动产整个大垮 甚至商用不动产的这些股票 或者这些债券基金 还逆势上涨 为什么 因为这些商用不动产的 这个股票或债券基金 当他收不到应有的return之后 基本上在二级市场 也全部被美国政府 一口气买掉了 所以为什么你都没有办法 明显看到整个房地产市场 有大家所预期的一个萧条 现象 反倒我现在觉得非常 应该值得担忧的是 不仅没有萧条 而且它逆势暴涨 以房地产的住宅 这个website 全美国第一大叫ZERO来讲 在疫情爆发之前 在三月份的时候 到现在经过九个月 它的股票的涨幅达到 330% 公司市值从70亿 暴涨到300亿 但是今年的整个营收 比起去年是产之又产 既然实质面那么惨 为什么在股票面 反倒逆势暴涨 当然这个 你可以说政府有功劳 政府借由种种的措施 大量的用政府的财政部的钱 跟联准会的钱 一方面透过降低房贷 鼓励大众 韭菜们 大家赶快去买房子 二方面用财政部的钱 大方的去释出各种的利多 所以稳住目前的整个局面 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对吗 我个人认为是对的 因为为什么 其实这个做法很简单 我就是把目前的整个美国 在2020年所面临的 所谓的经济损失 攀提到未来的10年20年 我把它攀掉了 所以假设今年 我们应该经济上的损失是1000亿 那么我摊成10年 那么今年损失就是100亿 摊成20年 今年就损失50亿 对吧 所以我在前几次的一个演讲 公开演讲里面 我讲过 根据上一季第二季度的 美国财报的统计数字 美国的GTB值的降到去年的32.9% 什么意思 美国今年的收入就只有去年的30% 你说这个状况股票会好吗 不可能 你说这个状况 房地产会好吗 不可能 但是它却好给你看 那么政府这个措施说 来我这个部分呢 用政府力量辅助你们站起来 那么大家齐心协力 渡过这个难关 那么我们知道一个概念 房地产的概念非常非常简单 只要你能厚住久 这个都是你的 我们讲一个比较夸张的例子 100年前你买一个房子10万 你可以有办法厚住它100年 这个房子现在最少的1000万 对吧 那么政府用的就是这样一个措施 所以呢 我觉得相对来讲 以目前来看的话 那么也许在 Donald Trump当选之后呢 在经济的措施上呢 会比这个拜登来得好 但是呢 目前说谁胜谁不 目前 刚才主持人讲得非常好 其实目前两方的拉锯站 越来越近 对吧 那么中间选民 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 那中间选民是摇摆 我也没特别喜欢你川普 我也没有特别喜欢你这个拜登 对 那么中间选民是可以被影响的 那至于那种铁票 那不能影响 以前我们在做这种政治选举研究 就是这样嘛 铁票就是有些人 我看到你 我就特别喜欢你 别人怎么说你 我还是喜欢你 这个铁票你动不了 你发生什么事 他也影响不了 那么中间选民的影响 会因为什么影响呢 有时候会因为某些不可预测的重大因素 例如说 突然被人家落实了 当然川普在上一届选举的时候 真的川普的俄国 苏尔来做一个帮助他被落实了 或者拜登儿子目前所有的接受政治的捐献各方面 目前都说有这个回事 但是没有人敢说100%一定长那样子 如果有一个铁证 例如说拜登儿子突然发疯了 出来说有我真的有干 而且是我爸叫我干了 当然就完了 对吧 例如有这种特例的事情 或者说像他一样 突然拜登中了一枪 结果大家怀疑是当川普干了 那拜登就上了 对吧 要么有发生这种重影响 Alarvice借由最后一场辩论 你说可以左右中间选民到什么程度 我认为这个影响不大 但是在这个时候 你看川普又做了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我觉得 你说好或不好 我不敢去批评他 因为这个都是个人观点 他最近你看他非常非常努力 把中国拿出来打 包括从打Tita开始 当然我们说Tita是不是真的会有 危害个人的治安问题 我觉得必须专家来讲 那你看他为什么要密集做这个动作 因为我觉得现在全世界 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地方 就美国的政治 因为这波疫情大家都不好 大家都不好的状况之下 能开始用种族的分业 来捅固自己的地位跟选交 这个是我觉得真的 不是那么好的事情 我觉得一个国家你要强盛 一个领导人 你要把这个国家带好 真的就是一个基本面的问题 你到底怎么样 把民生的基本面问题弄好 那外交的部分也是 什么叫外交 因为全世界已经是一个 全世界经济体的国家 你们国家生产什么东西 比较好我就跟你国家买 美国你什么东西比较好 我大陆就给你买 现在搞到是你的东西很好 我也不买了 你的东西好我也不买了 那大家全部开始准备走 闭关锁格政策 包括中国习近平也宣布了 开始我们要扩大整个内需的市场 为什么 眼下可能美国对我们需求量要减少 那我们要自己养活自己 不能老是来靠美国 美国也是 海外工厂你们赶快回来美国 我们不要再待在中国大陆 我觉得这个对 对大家真的都非常不好 今天不管对美国对中国 真的都非常不好 怎么样理性的把议题明确的 根据议题 大家及时广义能够有妥善的解决方法 才是一个治国之道 否则都只是嘴皮之争 没错 谢谢郑院长给我们的分析 在经济方面 大家有没有听到一点信息 其实我觉得 之前也有人说 川普现在的 这四年的执政 就是分裂了美国 就像郑院长说的 而且不正常分裂美国 分裂了世界 所以这也是很多人反对他的一个原因 但是目前就这样辩论 确实能对多少人产生影响 我们现在真的是不得而知 好来请问一下申律师 就是因为之前拜登的这个民调 基本上都是高于川普 基本上相差都有 有时候会达到10个百分点 这样的一个高度 一个差距 那么有人就会说 就是今年的这个情况 跟2016年非常的相似 因为那时候西大里的民调 也是感觉是稳赢的 那么很多人就会觉得 民主党今年会不会有点梦魇 觉得2016年会不会重演 但是也有人说 其实现在的情况 跟2016年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 申律师在您看来 就说这种差异在哪里 能不能跟我们稍作分析 首先2016年是Hillary出来选总统 其实在美国西方文化里边 有一个很特殊的情节 就是一般来讲 他们不太喜欢女性出来当总统 这个事情他不明说 但是我因为原来在美国 一些公司里干过 对吧 我知道白人的这个信息 他对你很尊重 对你非常好 但是说他到你当了以后 就非常不喜欢 反而跟东方文化不太一样 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很多 在强势在推这个事 比如me too 这个moven 对吧 可能这个CEO 你必须有个女的 但这件事本身呢 在文化上来讲 第一美国可能没有Ready 一个女性当总统 第二第二的美国 不愿意看这个黑人当总统 也就是奥巴马当总统以后呢 他们有点烦了 对不对 烦了以后觉得奥巴马 做了八年总统 这件事呢 也就是所谓白人 他心里边一些情节 他不说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这个是一个原因 这个为什么很多人 不支持黑人 还有一个原因 为什么原因 就民调把民主党给骗了 因为什么当时我们 当知道2016年 这个总统变论以后呢 觉得Hillary和这个 这个 这个 希拉利和川普 变论完了以后 大家好无疑问 那肯定Hillary赢啊 那时候谁敢说川普赢啊 对那不可能的事情啊 所以这么综合因素 比较起来呢 那个时候民主党呢 有点轻易了 那个轻敌了 但今年 今年呢是不一样 今年拜登这个人呢 是美国这个历史上 政治上还是一个很 很很很 起码人品上 不是到儿子的时候 大家认为他 人品还不错 另外你看他这个 整个这个自己的经历 还是比较完整 就是他一直也当过 司法委员会的主任啊 他一直还是政坛上的老人 对 虽然他是前朝老人 他是白人 所以说这个 种族的因素很重要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呢 他愿意看到拜登的 一个男的一个白人 当总统 而且拜登呢 很多黑人也可以接受到 因为什么呢 当时他在选这个 选参议员的时候 他有个好朋友 这个好朋友是个黑人 所以那个时候 他跟黑人呢 有很多接触 所以我觉得今年跟他不一样 唯一不好的就是什么呢 今年这个疫情呢 可以说呢 也帮了拜登 也害了拜登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美国这个传统的 还要肇事嘛 对 到最近还要 他拜登老在自己地下室里猫着 对吧 老在这个YouTube 所以今年 我是觉得今年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辩论 对谁更重要的 对拜登更重要 等于是给了一个机会给他 教他自己阐述一下 自己的这个施政方针 对吧 因为川普总统可以拿出 一个很漂亮的施政方针 我失业率低了 我墙也造了 我反移民 对不对 我跟中国贸易战 他可能今天晚上也会讲 他到底这四年 他做了 肯定会讲 对对 拜登那些没什么好讲的 拜登说讲的 就是你奥巴马的时候好 还是川普好 讲来这个 所以说呢 拜登那两分钟 我是觉得那两分钟 两分钟 两分钟 对他是特别的有利 所以说拜登看 能不能抓这个机会 对 抓这个机会是干什么呢 是给那5% 摇摆州的5% 摇摆票 看能再拉一步选票 因为现在还有10天了 10天的话 我相信整个民主党 还有一个弱势 就民主党呢 总的来讲 比较谨慎 包括在社交距离 戴口罩 共和党不一样 共和党现在选票 都是敲门去的 据说这个都是那个共和党一批死忠人 就是敲门 而且就是你从年轻人呢 我们知道年轻人呢 他向的这个 这个拜登人多 但是真正出来选的人并不多 对吧 他就是我向他 我不选 对 反而是美国真正的选民 是一个老人 白人的老人 老头老太的 这件事 对吧 中西部队 就是所谓叫baby boomer 从二战以后到60年代前 所以这些人呢 是构成了支持川普总统的 这个主力 而且我们在Ohio 在Panzelvania 在Michigan 在这个Wisconsin 差的就是0.5% 0.1% 有的时候差5万10万块选票 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 现在在那几个州很重要 在我们加州好像没有选举 你选什么都是共和党 对 选什么都是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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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这没办法 所以说目前我觉得还是 今年的这个喜忧参办 如果拜登能把今天晚上两件事说好 一个他儿子的事能说得让大部分满意 对吧 第二就说能把自己的私政理念 另外显出一些特质出来 要不然他老是显得太苍老 说话也比较慢 所以说今天晚上我觉得对拜登是非常重要 因为什么他这么多一只猫的10天没出来 对吧 现在看他到底怎么样了 对吧 从我要没能处从第一次选举我是看了 再也没看到他了 对吧 我就是再也没看到他干什么了 对吧 所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 当然我们加州可能也不是专门看 你要在中西部可能满大街都是他那个广告 没错 这我一点感想吧 是谢谢申律师 这个确实 这个 但是其实啊 这个申律师我们其实有一些同事跟你的意见不一样 他们觉得认为这两分钟对于拜登来说可能会比较难 就是因为他年纪大了 然后可能思路上 对 就是说可能他会自己造成混乱 因为什么 因为什么呢 川普吵架还给他点机会 对对对 说我不说了 对不对 对对对 一旦你说你说你说不出来 对对对 就是说整个完整的这个两分钟 你看这个包括我们的嘉宾 对包括我们的嘉宾 对包括我们的嘉宾 你再一接吧 你接的不是说老年痴呆的 对对 反而露怯 反而露怯啊这样 然后你看我们的嘉宾能跟我们侃侃而谈 这个几分钟的都是很厉害的嘉宾 像申律师和郑院长都是 所以你看 整个两分钟又要充满逻辑 充满内容的一个讲话 我真的觉得对于拜登来说应该是个考验 所以大家也可以 这个也算是一个看点 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来刚才郑院长你也说到了 就是说对于经济方面的话 您可能觉得这个川普可能会对经济 美国的经济更有利一点 那么我今天也看到了一个德意志银行的分析 他们说有20%到25%的可能性 是这个拜登当选总统 那么共和党执掌议会 那么这一可能性是对2021年的经济增长是最不利的 因为他们认为财政刺激可能会继续拖延 而拜登这个议程当中 会通过行政命令来实施其他关键因素 可能对短期的这个增长前景是不利的 所以这个部分感觉听起来很专业 能不能请您简短的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如果真的是拜登当选的话 短期内您认为对于房市或者股市 您的分析是什么 基本上西方国家走的是三权分立 这是行政司法立法 那么当行政单位的首长跟立法单位的首长 彼此唱反调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头大的问题 就是你总统下面说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一个福利政策 那么立法当然就跟你驳回 那么这个就是会产生极大的内耗 那么我们在讲说他们不管是谁当选 对整个后续的经济发展影响的时候 我刚才其实在听主持人跟申律师在讲话的时候 我突然脑海里面浮现一个蛮有意思的画面 今天两位在辩论 尤其申律师讲说因为两分钟可能对拜登不利 主持人说可能对拜登有利 因为他年纪大了讲不了那么多话 讲两分钟刚刚好 讲十分钟他可能就翘辫子了 对 那如果两个在交谈中 突然有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讲说 老兄你的衣领上有一个口红 好啦这就结束了 不管这是真的是假的 现在政治选举有时候就这样 因为我是从事过非常长期的政治选举研究 有时候抹黑是这样的 不管这个抹黑到底是对还是错 先抹了再讲 那么你就看出奇招 要我是他的幕僚 我今天真的会出这招 你就跟他讲说 老川你的衣领上有一个女人的口红 哇塞 这个变成爆点了 对吧 尤其你在越接近选举的时候 有时候你去 在抹黑 别人抹黑你来不及反驳 这个就是输定 但是额外的话开个玩笑 那么我们就说不管是谁当选 如果说当他的行政跟立法系统 完全是对着干的时候呢 当然首先我就说 这个政策上很难去执行 对全民的夫子是一个很大的杀伤力 而这一波 我想用一个历史来做一个借进 因为我本身对房地产市比较有研究 其他行业呢 我相对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观察 在零八年金融风暴之后呢 我去看了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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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那个 布兰斯基 就是伯南基 这名字 那个联准会主席 伯南基写了一本书 他在讲说 那时候2008年 为什么会有一个经济风暴 为什么那时候经济风暴产生的时候呢 有些集团他们救 有些集团为什么不救 为什么很多人不谅解他 那么他那时候在这个美国的立法机构 受到质询的时候呢 有人也会质疑他中间这个 图谋利益财团 那整个过程 其实呢 那本书呢 就是叫做 Bernesky的自传 我觉得建议给你们去看 那么看历史 我们可以 我们叫做建网之来 对吧 但历史 不能当做判断未来的唯一证据 或者一个依靠 但是他可以判断很多的事 那么我觉得这一波的走法 跟那一波的走法是有点 有点异曲同行之票 包括在政治选举的部分呢 我觉得都极为雷同 只不过他的严峻的程度 或者双方的候选人在施杀的程度呢 都远要比那次还要再厉害 那么现在我们在讲说 两位总统候选人到底是谁输赛赢 或者是谁在立法院掌权 另外一个人 不在立法院掌权 因为我学的比较是偏向总体经济 总体经济就是说 其实我们不看个体的行为 我们只看整体大的环境到底是什么回事 对不对 那么其实在讲更大的环境 其实我在讲 不要说一个美国总统选举 甚至很多国家的政治选举 或者甚至这个不需要选举的这个国家 我觉得更大的议题就是说 事实上大家现在面临的都不是单一国家的经济或者治安或各方面问题 而是面临一个全球化的问题 全球化问题 我个人是非常反对文明的高度进展 因为文明的高度进展之后 其实整个社会 全世界的社会都越加的功力 对吧 以前没有手机 大家不是很好吗 下了班就下了班 现在有了手机 那你下了班公司还会给你call你 还会在smanship给你 这造成很多的无谓的所谓的努力 你努力我努力 你越努力我越努力 他搞到最后就越来大家越功利 包括我在做房地产是这个概念 我觉得过度在开发 房地产有时候崩盘是过度的开发 为什么 那你就泡了一片山 你干嘛把它挖掉 例如说美国现存的房子 有这么多的旧房子 你为什么不能研发更好的模式 把旧的房子 把它加以的加建 或者remodel 或者做一个更改 那么让它变成更好 而且更加坚固 为什么这个事情 你不花那么多的力量去做 而你要不断的把三坡地给它砍了 然后去盖房子 那么这是基本面的问题 包括现在因为我们讲 就是所谓的经济进步 大家就工厂来工厂去 你工厂我盖两个 你的工厂10条生产线 我就盖20条 我讲就是20条生产线 可是却能创造出你10条生产线 但是以总体来讲 你撞到了20条 你对整体的环境破坏 就是20条生产线 所以我觉得更大的议题在于说 我真的是对不管总统候选人也好 对所谓的国籍的分裂也好 我真的我没有这么特别的概念 包括现在很多人喜欢拿什么 拿美国跟中国分裂 大家就来打在一起 或者甚至说拿中国跟台湾就打在一起 说故意要讲一些 你是台湾人 我觉得都在地球上 现在讲的是整个地球都不好 没有一个人会好的 真的没有一个人会好的 我们这一代还好 我们还有水喝 我们还有新鲜的空气 还有太阳照什么 如果照这个发展下去 过50年过100年 我们后代真的会长那样子吗 这是最最深刻的问题 那么从大到小 小到一个国家就算一个小事情 小到一个国家 我觉得真正的是到底两方 不管今天谁在立法院执掌的权力 或者是谁掌握的行政上的权力 而是这些人在骨子里面 有没有真正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 还是只是为了 我当选的总统对吧 那我总统卸任之后 我还有财团在后面再来搞一些钱 那你都多大年纪了 你再搞这个钱 可以吃得了几口 我觉得这个都没有必要 真的我觉得他们两位在 不管在任何的领域 跟一般人都成就是相当大 都已经达到这个成就 我觉得胜物有时候也不见得说 一定一个人比较差 胜物有时候关键的因素有非常多 而是真的能够在 确切的在未来的那么短的时间 甚至执政之后 真的可以敞开心胸的 去把问题的所在找出来 然后再根据问题 我们真的可以包括立法跟行政 我们可以通过多数人表决的模式 去把问题给解决 而不是去制造的 所谓种族上的纠纷 或者各种议题上的一些比较 不好的途径 这个我觉得不好 这个都在地球上 我们希望大家都好 希望每个人都好 是 其实郑院长 我觉得您是一个非常具有理想式的 这个人物 就是说包括理想的这个政治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 今年的选举我也看到了 政治真的是很肮脏 就是说真的是说有多少人 是真的是为先天下而忧 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 我觉得真的是不多 或者是说可能还没有 目前这两位总统候选人 我们可能都看不到 有一些网友的这个意见也是这样 来最后我们的时间有限 因为我们还有六分钟 我们就要开始听下面的这个辩论了 所以我现在今天 我这一节不接听大家的电话 等辩论结束之后 我会开通电话 大家赶快打电话进来 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来请问一下申律师 就是说刚才我们说到了 就是说这一次的辩题当中 我们并没有看到 就释放出来的这个辩题 并没有看到有外交的 这一部分的内容 那么作为美国的总统 其实外交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内容 您认为就是说这个辩题 为什么没有罗列在里面 那么对此这个问题 其实川普总统的团队 对这个也是提出了异议 要求加入 但是拜登他们是不同意的 所以我想最后就这个问题 想请教一下您 您对川普这四年的外交 是如何评价的 您觉得这个辩题 为什么没有被加进来 我觉得这个外交政策 是川普总统 大家不太熟悉 但是他做的还不错的一个地方 第一呢 他把这个阿拉伯世界的以色列 和这个阿拉伯世界 中东这边 有一个建交吧 就这两个是水火不像 让他搞这么一件事 第二呢 他从阿富汗大规模撤军了 对吧 第三件事呢 这个伊朗呢 没有打起来 第四呢 北朝鲜虽然没有核武器 全拿掉 就你要叫他 只要我替他解释 就起码金三胖呢 也没有敢再做太过分 对吧 当然呢 外交跟中国呢 他也可以说 跟中国外交是胜利 你也可以说是个失败 对吧 就他这么会这么讲 他总的来讲呢 他会 他做了些事了 其实美国老百姓就是 他每个老百姓 对外交一点都不知道 美国老百姓说不好听的 可能你说 Nostakata是哪国家 对不对 他出了州就不知道了 对吧 所以说呢 他一讲以后 又说总统干这么多 还修理墙 墙也是外交的一部分的 对不对 现在费下移民也少了 所以他在外交 而且他和诺贝尔和平奖 也提名了 对不对 从他来讲呢 这一系列的光彩的事 外交是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而且他杀了很多 伊朗的那些恐怖分子啊 一系列的事 我觉得他做的 还是可圈可点的 对吧 但是呢 这个事情呢 又是因为美国外交 一般是什么呢 一般是副总统来做的 拜登当奥巴马的时候呢 奥巴马外交政策的时候 也没有做出很光 就是没有太亮点 所以这个事情呢 是比较他的 我觉得要递备的 可以他做的比较好 但是呢 有几个问题是很棘手的 我们这个环境问题 环境问题讲来怎么办 对吧 刚才就是郑先生讲了 这个事讲来 小孩以后水都没有了 种族的问题 疫情的问题 就这几个安全问题 这个几个问题 都对他不太有利 但是他可以两件事 他可以在安全问题 或者在领导力的问题 把这个都加进去 我是觉得呢 他希望在这个大的时间 他有时间 有两分钟堪卡而谈 可是呢 我的感觉整个 这个底辈这个team呢 还是向着民主党的多 你肯定美国媒体啊 包括这个整个这个情况 包括在辩论以后 第一个是福克斯电视台的 福克斯电视台是 亲政川普总统的 但是他的主持人呢 也不是 也不是这个 很这个很喜欢 就川普这个人呢 不太讨精英集团的喜欢 对 老百姓喜欢的 但是呢 有知识界不喜欢的 所以他这一个 也是一个弱点 我倒觉得他应该要求 那个推特来个人 帮他来做这事 对不对 他现在就剩一个推特来 发表他理念了 我觉得呢 这四年 我确实也有点 对川普总统呢 稍微有点 I'm sorry for him 就是我对他 还是觉得有点 有点遗憾 就这么多媒体呢 对他很多曝光呢 确实呢 没有做到balance 就是这实实在讲 没有做 我觉得我们号视频 还比较balance 两边都讲一讲 对吧 我看他好 谢谢 所以我觉得他可以 他一定会发声 他没有一个专门题目 他可以加进去 他的这个竞演团 也会这么加 所以我还是很期待 看看今天晚上 辩论整个这个情况 谢谢 了解了 谢谢申律师 来我刚才看到 现在这个其他的这个 一个现场 现在这个主持人 已经出来了 但是我们还有 这个两分钟的时间 最后来请问郑院长 来简单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说 大家对于房市这件事情 还是很关心的 所以就说您觉得 就是说 来给我们简单的讲一下 明年的房市 您的预判是什么 今年我就说 他逆势暴涨 各位如果有在从事 房地产交易的朋友 就知道 今天疫情过后 尤其最近 小房子逆势暴涨的 非常厉害 而且很离谱 但这个完全都不是 一个真实的现象 所以我只能 劝戒各位 这个借急用人 这个时候 如果说你要买来自住 那么房子小 那么OK 我觉得还行 但是如果你这个时候 是要用投资 然后去压大的赌注 我建议你 千万不要 因为我就讲 有时候我们社群处理想 如果今天是我是财团 我怎么做 我也会跟他们一样的事 明明景气非常不好 我把整个房价 跟股价拉高 为什么 你韭菜就下去买 对吧 那我一定要你不断去买 把这个整个价格拉高 你一边买高 我一边出过 出到最后 明年一个重大措施出来 例如说回归到真正的经济面 那怎么办 暴跌 暴跌状况之后 它才能再去减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但是我一再讲 明年我认为 它不至于会暴跌 它会用一个 循序渐进的减缓的措施 不会走08年那个模式 就政府突然放在自由 经济的模式 整个开放 那么这个 整个房市跟股市 我觉得非常非常不妙 但我认为它会慢慢的来 慢慢的来 那么所以你如果在投资的部分 我觉得你可以稍安物照 那么我教各位一个观察的指数 因为我先讲房子 以房子来讲 全美国的房贷 最主要集中在 Feddyment跟Feddyment 就房地美跟房地美 全美国的Home loan的总值 是10万亿 这两个放贷机构占了一半 那么各位去看 明年如果这两房里面的 房屋贷款的低负率 就是真的不能缴房贷 而且政府也不保护了 准备拿出来拍卖 那个数据是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一旦这个数据如果急速扩大 那各位 真的得赶快跑了 但是我认为政府会保护它 会慢慢的慢慢的把它释放出来 包括080的时候 Feddyment跟Feddyment 基本上一定要倒了 一定得倒了 政府花大量的钱去救它 说你千万不能倒 你这时候不能再拍卖 你再拍卖整个美国 全世界的经济都要跑掉 所以由我政府来印钞票 我来帮你 这一波会比照那个方法 但是这个数据也会跟今年会不一样 我觉得今年数据它们还是很漂亮 基本上你看不到什么大的败账 它叫Forbearance 但是明年的数据会逐步走到一个正常化 尤其在疫情过后 所以房地产的影响 疫情非常非常重要 到底什么时候疫情才能真正的结束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有真正的疫苗 可以帮助大家回复健康 到底什么时候美国政府才会把所有的保护措施 一一拿掉回到自由经济市场面 这才是关键因素 现在我认为任何的专家都没有办法 对明年的整个经济状况跟房市 做一个绝对的断言 没有办法 了解了 非常感谢郑院长 郑院长在最后给我们做了一个 小小的这样的一个点评 希望郑院长给大家的信息 大家可以记住通过一些数据来了解 当然郑院长在我们这边 也是有他的自己的一个节目 有关这个房产部分的分析的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频道 今天非常感谢申律师 也感谢郑院长给我们的分享 谢谢两位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申律师 那么对于大选呢 我们一直是在关注的 所以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我们的频道 好感谢我们今天所有在线的网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再见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